喂,我下去一下,在哪里你,好嘞好嘞,你说等一下啊,我说一下啊 大爷乡亲当天请大妈吃饭,吃到中途没买单就走,弄得大妈一脸尴尬,难道是没乡种想逃单咋的? 结果是大爷准备的惊喜,今天的乡亲看点十足,咱接着往下看,今天乡亲的李大爷,63岁,离异,三套住房,月收入一万七千元 为了今天的乡亲,大爷可谓是翻山月亮,横跨大半个中国,红娘亲自去接大爷,却发现了一个问题 我有一个不太礼貌的这个这个疑问,这个咱们这个脸上,我看刚才这个手上,这是这个白电风 也算是白电风,治不好 关于自己的皮肤问题,大爷也毫不避讳,这是职业病也治不好,不过大爷的条件还算不错,能碾压很多同龄人 因为工作原因,大爷跟前妻沟通比较少,两人聚少离多,甚至连前都是各花各的 大爷还想着让人洗衣做饭,就这种情况,两人一起生活二十多年,也实属不一样 后来看着孩子结了婚,前妻就跟大爷离了婚,现在大爷吃喝不愁,就想找个老伴 大爷的要求也简单,贤慧善良何得来,红娘给找来了王大妈 王大妈,五十五岁,月收入两千三百元,离一,家里有位老父亲 兄妹三人轮流去家里照顾,说起大妈之前的婚姻生活 可谓是厕所里扔炸弹,引发名分了 我说咱一会儿出去吃饭去吧,王母就去吃饭去上洗衣,那女就跟去了 明目着难找 那是,孩肚都挺大的那时候 感情里最令人防不胜防的,就两种情况,一是被叛二世家暴 这位前夫竟然不守爱情誓言,不过这种事情看开才行 这次大妈找对象的要求是,身体好人品好别太瘦 红娘立马给两人安排了见面,一见面,两人都觉得合眼人 咱大爷是非常相中大妈,但是大妈看到大爷的皮肤问题 有些担忧,直接问出了心中的疑问,大爷也是如实相告 这病一不传染二不影响健康 听到这里大妈很满意,要说这些都不重要 毕竟经济基础,才能决定幸福的尺度 本以为相亲会一帆风顺 但是两人却被住房问题卡住了 大爷不是本地人当地没房,而且希望两边都住 最后得出结论,只要两人能在一起 不管是住房或住酒店都行,咱大妈也表示赞同 大爷打算约大妈一起吃个饭 几人聊得正欢时,大爷接到一个电话 喂,我下去一下,在哪里你 好的好的,你先等一下啊,我说一下啊 这是啥情况啊,弄得大妈也是一脸慌张 难不成是想逃单吗 原来是大爷定了花,打算给大妈一个惊喜 最终两人相亲成功,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欢迎老铁们评论区留言,咱下期见 找个老头就是好,离别赠送大礼包,大爷提前剧透 难道不怕大妈,为了赶进度,半夜里叫你起来 大郎,该喝药了,好了言归正传 今天来乡亲的是孙大爷,大爷66岁 一年中绩收入五万元,好巧不巧今天乡亲 正敢上大爷地里收苞米呢 要说还是大爷会唠嗑,幽默中还不忘炫了把握 紧接着大爷说了,这重点还不是我的,主要收入来源呢 别看大爷长相老,家里的存款可不少 别瞅大爷体型瘦,跟着大爷顿顿能吃肉 接下来是,一个单身已久的老男人,内心独白 大爷的话奇言如光,这是孤独寂寞啊 俗话说一个的寂寞,两个人的错 于是红娘一起去找,另一个犯了错的她 马大妈67岁,每年经济收入两万元 大妈这次来长春,一是准备给闺女伺候月子 二呢给自己,物色的老头,一解薪酬 那赶紧去相亲现场吧,首次见面 大妈这边也差点意思呢 你是来想老头的,又不是找小伙 大爷都只把年纪了,皮肤能不搭了吗 但人家大妈说了,这都属于细节问题 只要家庭状况好,演员立马能变好 大妈溜到一圈下来 对大爷的经济实力,心里也估摸个大概 态度上也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原地掉头呢 对于这个家庭还挺负责任的 此刻也不嫌大呀,眼睛小眼皮搭了啦 这哪是老头,分明是帅小伙啊 只要你有钱,我就有演员 对于大爷来说,自己找老伴没啥挑的 只要能在家,做做饭就知足了 你做吃的愿不愿做的? 你愿不愿做的 你说不做饭,他做的,他做的,他做的,我跟外部人做话 他好意思 那你不做话,我就是干什么 我说你做的,我能做话吗 你这八天报迷了,我就说我今天不愿,我做不了 你这脸部表情挺丰富哈 整这么一出,把大爷气得直骂娘 你说是在开玩笑,但这玩笑是贪性推强了吧 要说还是大妈套入身啊 这要是大爷同意了,你就好还有了 要是不同意,你就说开个玩笑 缓解一下气氛了呀 今天算是碰到高人了呀 你其实也是开玩笑 那这个就不说不下去了 得亏大爷身体没啥病 要不被你这玩笑气倒了 还得追究你的责任 知道大爷生气了之后,大妈也会说好听了呢 你做的,我来干嘛 我说这眼睛不笑 我们是母母人说的老太太家 是抗坐这儿,老老实实不干 这些妈没活什么,咋俩过 我跟你说 我要做菜就是碗 我做的太好吃了 那有了,那你就做呗 那我给你打下手不就完事了吗 这大妈行啊 掰扯了半天 做饭的还是大爷啊 看着大爷挺的呵 紧接着大妈就说了 只要给我买套房 现在我就跟你入洞房 要是咱俩要真结合 要是咱俩上长孙 整个房子你看 一听这话 大爷当场猛宣浪 拿我当傻小子娶媳妇吗 还是拿自己当黄花大规律啊 你这玩笑开的有点大 一看要房子没气了 人家大妈说了 没事我就随口一说 能买最好 不买就当我开个玩笑 活跃一下气氛吗 眼瞅着大妈 也不是省油的灯 大爷决定这次 先表明经济方便立场 你看看 整个大妈都不乐意了 合着你就是直铁攻击 只会打鸣炫富 不会吓的啊 大妈心想 要钱这件事可不能 跟老头硬碰 于是大妈果断采取了迂回战术 那你给我一份 我明天要五十 你给我五十 你说这成啥人呢 我想要多少 我应该要我 不能问你要多 我是千八百块钱 一个月千八百块钱 我都要你 大头里头总有个钱 看到没 大妈就是半株吃老虎的人 这回合又完胜 今天的大妈可是 老鼠拉不先 大头在后面呢 假如你要先 我要先走 那我咋 我要先走 我告诉你 怎么办 所以我就是 我的家底人都会你 那孩子一样出意吗 孩子还要听我 行了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没成想大妈领了 还创了把业 不光后半生一时无忧 还能给儿孙留点家产 最后祝愿大爷 自求多福吧 不对 是婚姻幸福吧 好了 本次相亲到此结束 老铁们别忘了 点赞加火关注腰 东北乃至全国 挣钱都不得我交个戏 贪婪大妈来相亲 一上来就狮子大开口 要掌管大爷的全部工资 那大爷会有啥反应呢 先给你做个自我介绍啊 这是刘凤林 刘大哥 这是翟玉华 刚见面 翟大妈对刘大爷就没太相助 胖的啊 身材 哎呀 怎么说呢 反正要是跟我 这玩意就怕比 要跟我家有比 还是不行 而刘大爷对翟大妈 更是一点也不满意 一见面就开始鼻子不是鼻子 脸不是脸的 不是你咋不够 打扮打扮你 我还咋打扮呢 我觉得我还行 我就看你穿着 这些打扮 打不起来的了 你看一电视 就穿着 潮着乱七八 当衣裳 他脑下掉水当尿裤的 你说啊 还让我水当尿裤的 他说了 你没那摄像 就水当尿裤的 然后转过来 你也穿了一个这个裤子 你还水当尿裤的 大妈认为 时尚潮流的牛仔裤 竟被大爷定义 为水当尿裤 此时的翟大妈 自然就不乐意了 刘大爷的无情挑剔 也让翟大妈 对今天的乡亲 失去了信心 显然刘大爷是个地道的 颜知公 对眼缘不过关的 翟大妈 他的态度呢 是相当的干脆 告别了翟大妈 刘大爷直接点名要件 层上过我们节目的 江大妈 那个是这大姐吗 对对对 你当上啥了 哪方面都行 体型的各方面的 哪方面都行 要求饶头发 必须有利益中的 库线还得有库线 腰带还得在外边扎 刘大爷所说的这位大妈 是家住白城的 58岁的江秀岩江大妈 了解江大妈 喜欢的穿衣风格后 刘大爷十分重视 马上就按这个标准 换了一身衣服 但面对两人 十多岁的年龄差 不免让红娘 有些担心起来 你比她大十岁呢 是 那十岁是呢 那个在店里 看年轻那个 四岁八岁 上面全能练练还走 多岁是 不留意 刘大爷觉得 只要她拿出诚意来 红娘担心的问题 根本就不存在 当得知刘大爷的年龄后 江大妈不但没有介意 而且还爽快地答应了 要和刘大爷见个面 终于见到了你的心上人 没有 终于见到你 用我介绍了 看到我了 见到年轻漂亮的江大妈 刘大爷显得非常的满意 你体型啊 腰条各方面都行 你看这多标准 江大妈对刘大爷的第一印象也挺不错 第一印象挺好 其实挺实在的 其实也是个立正人 不是说挺耳朵堂的 遏制江大妈对自己的认可后 刘大爷瞬间感觉浑身都充满了力量 为了迎接江大妈的到来 大爷特意准备了一大盘水果 甚至还主动地为江大妈发起了香蕉 这一暖心的举动 让江大妈对她的好感度又加了一分 到目前为止 两人的相亲进行的非常顺利 接下来就到了老年相亲必不可少的经济问题 虽然江大妈这话说的有些委婉 但见多事广的刘大爷立刻就明白了 对于未来两人的生活 他心里早就有了安排 自以为这个安排已经相当的敞亮了 但这远远没能达到江大妈的要求 江大妈直接了当地提出了 要掌管刘大爷的工资卡 但刘大爷并没惯着他 因为他从来没有让女人管过钱的习惯 一听刘大爷的这番话后 江大妈脸上的表情顿时有情转因 为了达到掌管财政大权的目的 他决定继续俱理力争 见刘大爷一直不滋生 就在他以为自己的目的即将得成时 刘大爷突然放出了一句狠话 差点没把他的耳朵给震聋 面对刘大爷如此坚决的态度 江大妈也立刻收起了脸上的笑容 马上换成了另一副嘴脸 眼看两人的相亲 已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显然自己掌权无望 此时江大妈话锋一转 开始用年龄说是 而此时的刘大爷也和红娘 说起了自己的心理落差 最后两人的相亲已失败告终 对于这场相亲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五十一岁任性大妈来相亲 全场都在哭天抹泪 一言不合就哭鼻子 一言不合就收抱抱 这大妈不仅任性 且一点礼数没有 典型的少少时教 相亲刚见面 一眼瞅着不对 拽着红娘就好 这大妈咋形容呢 说她小鸟一人吧 多少有点乌鸟鸟呢 就小倩我隔着屏幕 都想上去踹着两脚 年龄虽然五十一岁了 但心态还停留在十八岁 一句话说的不对 就要手抱抱啥的 让人看着浑身 都起鸡皮疙瘩 这大妈猛一瞅吧 有点天山同老那种赶脚 但仔细一看吧 脸上老褶子也不少 就是咋形容呢 就从转处看吧 这人还行 还挺漂亮的 从近处仔细一看吧 不行 真不行 真看不下去 今天的乡亲大妈 杨秀莹五十一岁 之前有一套婚姻 俩人都是丁克一族 老公对她那是百依百顺 那叫一个好啊 啥事都听她的 你太年轻了 谢谢开姐 哎呀你这 你多少岁数啊 五十二 五十一 我四十五岁那年 我就任性呗 我说啥的 人家咋的意思 我娶个老公 你俩长几个花 九四年 你要我结婚二人 那啥秒呢 我过分那时候躲 其实我觉得 反正我要是买衣服 买什么都随便 从来没动手 打过我一次 我给她欺奈 都这样是 还是放假的 我觉得就是这个厂子倒闭 应该是 应该是挺主要的吧 简直就是说人说嘛 就是从 穷了晚穷了过 日子好过 从穷了晚穷过 那就是饱饱 贫贱夫妻百事爱呢 大妈谈起之前的婚姻 冒的是多么轻调淡写 说的又是那么理直气壮 没半点修贵之心 老公既然对你这么好 怎么就忍心抛弃人家 咋就不能在她困难时候 挖她一把呢 一块共度难关呢 这是典型的能一块享福 不能一块吃苦 真是大难临头 各自肥 咱也不知道 你咋就好意思说出口呢 离婚后 这大妈一个人太孤独 就养了两只猫 红羊无意提了一嘴 这大妈呢哭的 那是一把鼻涕 一把泪的 独同三岁孩童一般 那心里挺空的 空 怎么会空的 就是挺空的呗 你就是回去也没有一个人 又说这事 哎呦 哎呀你这感情都要疯了 这该难的 她这小红毛 胆子大一点 那个都跑去猫起来 那你平时 你觉得这小心翼翼的对她吗 对呀 像孩子一样 她就像我那孩子似的 我没有孩子 她先大夫 你先离住 我去多儿吧 咋的了家 你这 咋的了 又又又又 你那一样 大妈在那哭了 足足有十分钟 看得我鸡皮疙瘩都出来了 太生人了 一个五十多岁的人 跟人家红娘在那撒娇啥的 大妈被另一半要求 那要求有男人类的 就像苏胡雷那样的 男人就是妈那 挺沉稳的 然后 你眼睛别弱 就算转的那种 你就是眼睛一瞅 就是男人就挺犯定的那种 有些东西 可疑会不会 说不出来 咱们家艺那样的事 可以也行 像中东梅那 娘岗梅也行 于是 节目组给安排了一位 李大叔 五十六岁 因跟前妻感情不合 已经离婚好多年 儿子现在也大了 也不用大叔操心了 这才打算找个老伴 反正大叔老家是山东的 山东人瞅得都实在 大叔也有点山东大汉的感觉 大叔没有老老啥的 目前就是卖罐汤毛 我听你说话有点口音 我老家山东青岛的 我又不老去 我不叫小宝 这必须得包 像小片吧 这有干这包 背包背包的是吧 哎 这叫上刀皮 那这包子里都咋能吃汤啊 这是条线时候吧 以后用啥 用啥 我就再想找个 找个一起过日子对吧 我想现在我楼下有个小店 经营个店 我在家特色挂汤毛 这样两个人 在一起好好过日子 两个人经营个小店 一月他不多说 整个五七八千的 够生活够牢牢牢就费就得了 这样咱们也不能一米六左右 对 你不能太矮了 咋的都无所谓 于是 节目组就安排俩人相亲 大叔从包子铺到大麻店里 这去一趟就是一个多小时 但俩人相亲 总共没五分钟 就结束了 男人哥哥 你好 你好 帅姐姐 介绍一下吧 这是以西岭 雅哥 你好 你好 这是杨秀莹 杨娜姐 哦 你这坐这聊会儿 嗯 你这走不去 假的呀 你看 你这转舌了 不行 不让你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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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不行 都是你特别的 对吗 姐 你看 你看那小幸福又上来了 哎呀 就 没有感觉特别 没有人 我又看得挺酷的 还是挺脏的呢 大哥是做那个开那个面食的 便去移挂吧 就是那个演员 哪儿哪儿臭的头 又是 太舒服了 嗯 你这样 别紧 跟他数据数据挂着去 你都不好 你这都不好 你还这样子呢 你这 你这怪我 你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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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叔大龙忍来一趟 连那热水都没喝上 上来 你就整这一出 你这不打人脸吗 亏你还五十多的人了 咋一点教养没有呢 小线看到这里 整体大叔打抱不平 人家哪里就脏的 我瞅着穿得也挺利索的嘛 瞅你那笋锤呀 怪神怪 越难越掉 你送个啥 老不老 小不小的 最后感觉不合适了 出门去寻人了 把大叔早就走了 真以为自己是梦为天仙 我拍 那你有没有觉得这心里不大得劲 你说没有养员就完了呗 就是是不是多好啊 直接进屋了 那就是太不礼貌了 不行就拉倒呗 多简单的事 那不能说看一个 看一个凶一个 大爷直接回怼的好 俩人相亲看不上 那是很正常的事 大道方方的说呗 至于整这一出啊 跟小孩子过家家似的 更是直言说 大妈太没礼貌 小倩看来 何止是没礼貌 是没教养 这大妈压根不适合找对象 更适合孤独争牢 老铁们您看今天的相亲嘉宾 嘴上没有把门啊 又把被窝里的事拿出来说了 把相亲节目弄成擦了边的球 过嘴银打嘴泡信口吐槽 今天参加相亲的男嘉宾 68岁的金德全金大哥 胆子大什么都敢想 嘴巴大什么都敢说 不子大意不想上床 喜欢的老铁们点赞支持 咱们相亲继续 能把这大哥逼得这样猴挤 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呢 59岁王红王大姐 是今天相亲节目的女嘉宾 丧老多年 独身一人拉持孩子成人 等一双儿女成家立业之后 自己感到了孤独 王大姐的自身条件确实不错 是不是符合金大哥的择偶标准呢 你长老爸除了说年龄方面有要求 你还要求点啥 年轻漂亮的是金大哥 则偶的首要标准 干净利索 咱好理解 那么这激情指的是什么呢 激情和五六十岁的老太太能站边吗 退一步讲要是真的有了激情 身体状况和激情不配位 你们两个能应付得了吗 金大哥这烧包的做派 是出门捡到了狗头巾 还是中了彩票 竟然底气十足如此豪横 听了下面的这番话才知道 金大哥原来就是传说中的拆迁货 算来算去 金大哥能到手的先进百多万 每月还领着退休金实体补偿近四千元 这样的金主找老伴 那还不是极挑极选 谁要是被他看中 那将是仅一日时赤穿不愁 岂不是陪他一起逍遥快活 小编别啰嗦了 红娘已经带着王大姐来到家门口了 金叔叔 阿姨叔叔我们来了 那我给你介绍一下吧 这个是王红阿姨 姓娃的呢 对 王红阿姨 然后这是我们的金德权叔叔 赶紧让我们坐下呀 是不是我姨都站半天了 得站无人 走吧 两人第一次见面 金大哥对王大杰长相个头都满意 可是思想观念老旧的金大哥 不知从何说起的金是王姓不和群 他这个姓不好 姓不好 金王是吗 这个事吧 怎么的呢 古来就是金子跟我王谈了 有不打何求人 金大哥这你就咕噜寡文了 你们姓金的和姓王的早先就是一家人 你看你姓的金字 去了盖 割了蛋 剩下的不就是的王字吗 小编别胡咧咧了 还是继续相亲吧 金大哥这心里还在隔音 那边的王大姐 也没把这个自视清刀的金大哥看上眼 这是呢 红娘没跟金大哥说 他还在那里自我感觉良好 选择了反正进了自家门还跑了不成 先问一下年龄 看看是否年轻吧 我要打人打人 多少岁 我59岁 我叔虎呢 1962呢 金大哥经过学论 确认了王大姐的年龄 比自己小九岁勉强合格 那么王大姐的家庭状况怎样呢 家的啥人 我家现在就我自己 那孩子 孩子就参加了 我俩孩子 一个女儿 一个儿子 这姑娘都有 对呀 特别富有 老姐们您看着王大姐 一打眼就知道 是个能享福的人 家里儿女双全 遗憾的是先父早已离他而去 想要寻找黄昏下的温暖 这才来到金大哥家里相亲 找老伴了怎么安排的 这还需要安排吗 关键是金大哥不缺钱 用钱能摆平的就不是事 所以说金大哥的所谓安排 就剩下请王大姐 畅饮心灵鸡汤了 我想找一个就是得领证的 你听我 这些事我比较稀 我先给你了 领证都 我还是就找领证 不能 今儿个到哪 个哈 你小的名 也不是那个家庭 我 没听懂 王大姐啊 这么粗浅的道理 你都没听懂 你又不是语文老师 意思听明白就可以了 何必那样较真呢 你是没文化还是装傻 就在我和老铁们 怀疑王大姐智商的时候 王大姐开门见山 说出了自己的意思 首先题目就是说我的意思 我想找一个 就想找个本分人 第一我注重人品 我不注重他金钱 就是说怎么去互相对待 包括男和女 都是有责任的 金大哥此时反应挺快的 结果话查 实话说道 这个话我跟你说 好坏的现在分不了 得做着看 人得做着看 他听不懂 王大姐露出了无奈的傻笑 这有那么可笑吗 你们都是东北普通话 九级家大的姿势 交流怎么会有困难呢 不是大姐听不懂 就是大哥没听懂 其实大哥一直在说的 就一个道理 我做的比说的好多了 你看把大哥急的 不是 我说好 大伯格我这么 我说你 我做的很好了 那个啥事 那个谁也保证不了 你可以 就坐着我坐着 你看 这事是最合适的 你说我做的 怕什么事 听老了万一 马马虎虎 老铁您看 有时候手语很有作用 金大哥连笔话再说 再加上红娘努力帮相解释 王大姐总算是 马马虎虎弄明白了 看金大哥目前的意思 是相中王大姐了 也许是认同了金王一家 也顾不得金王两性不合群了 从给予表现的状态来看 她是在极力的展现自己魅力 以此获得汪大姐的好感 自认为一方面 她的努力起了作用 另一方面 自己钱多多也有优势 她想乘胜追击 一举把汪大姐拿下 此话一出口 毫无心理准备的王大姐 一时无语 不知该如何回答 王大姐呀 你今天有点心理准备吧 这句话算什么 更直接更让人无语 说出来能枪死人的话 还在后面呢 金大哥见刚才的话 王大姐没恼火 以为对方喜欢这个尿性 脸不变色 心狂跳的是探王大姐 这金大哥 最近是不是喝多了豆浆 把你脑浆子踢关了 也或是惊虫闹春下 半身思考问题 你看把王大姐弄了的大红脸 尴尬的低头找低风 此时幸亏有聪明的红娘在场 赶紧帮王大姐解脱尴尬 我说阿姨都说了 是个传统的女人 你不可能 如果女人就问这么多东西 一单回来不上来的 所以这个是背后问 肯定是说能回答你 但是我首先告诉你 我身体危险 非常好就完事了 我不能跟你说别的 是不是 哎呀 本来是一种美好的姻缘 金大哥你沉住气 你看你毛手毛脚的 把被窝里的悄悄话 在镜头前面 向全世界人民汇报 这下完了 感觉 完全是水平在那里 太直接了 有点尴尬 接受不下去 就太麻烦了 老铁们这次相亲的结果 不言而喻 您认为金大哥说话 是不是应该含蓄一点 王大姐也别那么小家子气呢 谢谢你的观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相亲现场 爸妈一上来就要没收对方的工资卡 还要大爷给他买个一万多的大金镯子 那大爷会有啥反应呢 最终两人是否会牵手成功的 结局一定出乎你的意料 王秀芬 王大妈62岁 离夜 退休金2400元 住房面积44平米 这都愿意干点啥呀大姐 有时候打个小麻将 那也不干哈 有时候正乖打工了 可别看王大妈 现在每天跟姐妹们打打麻将 生活很让人羡慕 可大妈年轻的时候苦可没少吃 比黄连还苦的日子 究竟是个啥滋味呢 那得从她的第一段婚姻开始说起 为了让孩子有一个完整的家 王大妈选择了忍耐 但自己的容忍并没有得到丈夫一丝丝的改变 终于等到了孩子成年 王大妈也就结束了那段不幸的婚姻 离婚之后 经别人介绍 她认识了第二任丈夫 她是兔的比较小 比较小但她结过婚 我去那么几个婚 她不能给你十几十几个门 是不是 我跟她说了 我比她差四次 她也同意了 婚后第二年 她就给丈夫生下了一个儿子 本以为幸福的生活才刚开始 不料接下来的日子 却让她苦不堪言 她懒不干活 还不挣钱吧 还得花我钱 今天回来给我买个烟机呗 给我买两袋机 我说哪钱 我不给她钱 不给她买 她就算我打我 好奇吧 她把她今天领个女的 没人领个女的 虽然日子过成了这样 但为了孩子 她还是选择了忍耐 然而一封信 却把她敲醒了 王大妈用了整整三年的时间 才能从第二段婚姻的伤痛中走出来 那如今的王大妈 想找个啥样的办呢 根据王大妈的要求 红娘为她介绍了 同样家住长春的李文庆李大 这是李文庆李大哥 这是王秀芬王大姐 一见面 两人对彼此的第一印象还挺不错 接下来 王大妈开始主动问起了李大爷的状况 哎妈呀 想了解也得一个一个的问嘛 瞅瞅你把大爷都整亡了 李大爷也是个通情打理的实在人 他觉得没啥藏着掖着的 之后 李大爷给王大妈进行一一的解答 王大妈得到了满意的回答之后 他坐下来主动的打开了画匣子 一听到这话 王大妈的心里高兴极了 但对于王大妈爱化妆爱打扮 李大爷是否会介意呢 一听李大爷喜欢长头发 王大妈还特意散开了自己的一头长发 接下来 王大妈又说出了自己的另外一个爱好 一听李大爷的这番话 王大妈趁热打铁 赶紧提出自己的要求 李大爷这大度的性格 王大妈非常的满意 到目前为止 两人的相亲还算顺利 接下来 就到了老铁们最喜欢的要钱还结了 假汉假汉还一起办 就是说我这个钱嘛 所以说是两千四也好 两千五也好 我还有我儿子没结婚 但我儿子没结婚 弄一碗 弄一条件 你就把你的公铁本 公铁打给我就行 那也这样 看来这老年相亲最关键的问题 已经顺利通过了 此时王大妈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 哎妈呀 刚刚没收工资卡 现在又要大金镯了 是不是要把这老头的棺材本片没 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 那面对一万多元的大金镯了 李大爷还会像之前那样爽快的答应吗 对于自己心仪的女人 李大爷想到了一个折中的办法 对此王大妈和红娘说出了自己的不满 你给公铁卡那是俩人吃饭的钱 可不是这钱都给我 知道哦 咋都给我自己要啊 我不连过来 哪人在一起生活用吗 此时红娘都听不下去了 他想为李大爷据李力争 他愿意把公铁卡给你 那你愿不愿意说 实行十一过日子 那就是要把两个钱放在一起花 不是大哥的意思也是 我给老伴钱很正常 但是你再管我要一个镯子 那你让我去哪儿拿 在王大妈的心上 大金镯子有着特殊的意义 那这镯子吧就这么一个 这老头是能有啊 这也属于心意 也属于健在了的 那你相不相忠的大哥呀 相忠了咱差个镯子吗 就差 那你是要八还要左的呀 什么都要 那此时李大爷对此又会有啥想法呢 那不行 那怎么办 我家妈妈考虑考虑 完了实际不行 你打过的钱我再等你 不等了 就在所有人都觉得这两人没气使 当天晚上 王大妈就给红娘打电话 说自己后悔了 得到这个消息的李大爷 并没给出明确的表态 李大爷这十一的态度 是在犹豫还是在生气呢 着急的王大妈马上接过电话 决定要亲自跟李大爷闹 你要真是说实在的钱 我不要人坐那个金桌子了 就要是要你这个人 你要真有那个心吧 你今天就到我家来看看 你看看我是不是过日人 接下来的相亲 王大妈能否挽回李大爷的心呢 来就来吧 来就来吧 来来来来 谢谢谢谢 李大爷一进门 王大妈就迫不及待的 向李大爷进行解释 经过王大妈的一番解释 二人的心结终于解开了 就在红娘以为俩人 这回应该是十拿九吻十 不料李大爷接下来的一句话 又让王大妈打起了推堂股 一听这话 王大妈就不乐意了 昨天谈好的要上交工资卡 李大爷咋就变卦了呢 一听李大爷的这句话 王大妈赶紧做出这样的举动 最后两人的相亲宣告成功 老铁 你觉得这两人 会是真正的一家人吗 对于这两人的相亲 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印字吧 龙门 印字 印字 要跟他这块看着 也有点害怕 有点害怕 他可能没见过世面吧 美丽杜仁大姐来相亲 精于其他男 前妻大姐的妆脉 太惊艳 又是直言 看到她我就害怕 女人想要混得好 衣服就得穿得少 人生苦短 必须性感 我的草原 我的马 我想咋耍就咋耍 我是人间的四月片 你是东北的第三弦 就俩人长相打扮而言 大姐像是一个甜蜜奶油蛋糕 大叔则像俄罗斯大蕾巴 俩人刚见对方第一面 彼此都把对方吓一跳 今天的相亲全程高能 答应呈现 一定要看到最后 相亲主角 傅力红 54岁 林毅 家有瓦房四间 目前在家给看外子 也没啥固定收入 就靠俺女方趁着 红娘刚见大姐第一面 被大姐的穿着打扮 被静住了 这可以打扮的是不是 那可以打扮熟熟是吧 这穿大潮雨 天冷啊都穿点行 姐穿的是光彩晨戒 是不是 光彩晨戒 是不是现在流行的 多巴胺 多巴胺 你还懂这个呢 懂啥呀 这农村的 你这一到谁家就看衣柜 非想说我们看衣柜 那么姐就是说 看就是咱女人啊 只要看衣柜 就能看出了这个女人的性格 我看咱这衣柜 这家都是那种燕的颜色比较多 这就是那种羽红头是不是 这红的 我看这红的 这大姐打扮真不一般 咱也不懂啥叫多巴胺穿搭 猛一看这大姐 有脸像画签念的指缘成精致的 大姐谈到居前的婚姻经历 报复红阳虽然是潜伏劈腿 但言语中并没有任何恨意 七年分居七年了 然后她七年之前她上黑龙江了 和别人就过去了 过了四年然后她又回来了 回来又完了这个腿 那个腿吧叫东方台上的腿 那个女的 现在跟她俩过三年了 我就跟这三年当中 我说咱俩就好散 咱俩就离婚了 我也不影响你 你要好呢我也祝福你 最起码是孩子 她怕从小的 就是因为我外孙的小 我在家还外孙的 南方家去不了 向我家来也还行 也有点经济能力的 然后身高一般就行吧 我也就这样 身高一米七左右就行吧 长得一般就 你就过去眼圆就行的 就我不怎么太手提 说长得这么那个俊美 就是一般就行 前夫劈腿不嫌累 晃得心欢心不累 任何西山你不陪 东山再起 你是谁 大姐要求南方入坠 长相随便无所谓 于是给安排了一位 汤忠臣60岁 退休进4552人 离异很多年了 可以说是妥妥的老光棍 家里卫生啥的就别提论 对付着过一天是一天 这楼盖的家里有人吗 哎呀你终于那个来 我听说了 跟我们台里打老婆被电话了 就要见孙茜 是啊 为啥呀非得要见我呀 你没有下子 你很好要看脸眼 这是我的卧室啊 卧室 那天天呢 我不愿收拾屋子 我也心闷 你说没有老婆 我现在一年呢 也没有人上我家来一趟 也没错 我现在没有老婆 我就出个地库 那里边有那个海绵 我一个温柔点的 长相一般 我长相一般 我不太挑了 我家条件现在好了 我公知 那个老婆一月四千 四千五百多 我家也不累 跟我相辅 我还带他去旅游 西北悬天一片云 山脊落在凤光泉 这俩是哪 哪都不搭 于是安排俩人相亲 大叔未能顺利抱得美人鬼 从家里背了一麻袋礼物 要送给自己的新上人 还把存折和老婆卡都带来了 只为叫美人展示自己的财富 大姐家真漂亮 50斤的 第四 沧中成 沧大哥 傅立侯 傅大姐 傅老妹你好啊 傅老妹你好 日子过得好 不错得下 就是我能熟识啊 我天天能熟识啊 映字吧 什么 映字 跟我说 映字 我小子怕你不映字 不映字 还四千五百五十二 是啊 还这个钱 多少啊 多用还可以 今年六月才能退休的 按时公训 过期存折存多钱呢 十二点三九一 十二万呢 一万 啊 我说十二万 一万太多了 那像不像 年轻 啊 年轻 帅的 真挺帅的 化妆 不敢当 二到七年进阵的 之前在一个拖拉机场 里面要开发了 哎呀 给我家不远啊 离你家是不是不远啊 真的 我是屯里三岁雪 你是人间金红克 你是人间四月天 我是东北第三弦 俩人刚见面第一眼 看大表情状态 属实把彼此给吓了一跳 知道的是相信对象 不知道 他以为是妇女俩 英俊镇里出巨人 大叔气质不丢人 俩人闹了没一会 大叔把红娘单独 他拉出去 直言刚开始 没仔细看大姐 现在越看大姐 越丑得吓人 也那也 也没 也没 就就就就 就这么的 那个 头的他也这么 我看着 我早些没看着过 这样 就跟他 一会儿看着 那眼睛有点害怕 眼睛毛我是沾的 那是 能谢谢来 对 能谢谢来 不是为了见他 我平常也这么打扮 总喜欢这种打扮法 他可能没见过世面吧 他越害怕 还怕啥的 我自己 我自己美也行了 让我抽烟了 今天我就 上海掉去了 我闻烟味泥化 我记不下 没有那种毅力 想记 真的想记 也记不下 就接受不了 我的抽烟 就拉倒包 不用免疫了 那就再见吧 从心里握过手 大叔说这话 把我给倒饿了 这真是桥归桥 路归路 每个人的活法不同 没有什么对与错 大姐就爱这样打扮 你还怕 那也没点招 关键 想象看来 这俩无论是从思想上 还是穿衣打了啥的 那但就不一路人 把他俩整一块 这俩 wert的 你这真是因为 有点难转耗 就解释了 这俩没什么 不一路人 你再给予你 你 你